《道教》 道教有不同的门派 对于一个道教徒来说 无论他是全真派又或者是正一派 第一步最基本的 就是他们要龟依道经师三宝 龟依三宝也可以说是信道 径道的具体基本形式 道是什么?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够用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到 在道教经典里面 道又叫做大道至道太上无极大道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本体 所有东西都是由道所演发而来 所以经典中会以大太上来形容道 有至高无上的意思 我们颂奉道就是因为它是一切的本源 而无极就是无边无际 它指出了万事万物演发之前 那种虚无混沌的状态 后来大道从一气分为圆、圆、齿、三气 再化身成道教的三清尊神 欲清圆齿天尊、上清灵宝天尊 和太清道德天尊 道虽然无形无象 但是我们尊崇三清天尊 就是归依道保的一个形式 道是无形无象 经就有形有象 还有非常重要和丰富的内容 非经不可明道 神明会向天上的先真 以及透过江士 向人间的人宣说大道的义理 令到天人明白玄妙莫七的大道 而经就是神明所说的文字记录 古时道教所指的经簿 专门指三清尊神所演说的三十六部尊经 不过其实亦都可以范子一切的道经 大家打开道经 会发现题目都会标明这一部经 是由某一位天尊所演说 道教经典是一切智慧的来源 亦都是人理解玄妙大道的桥梁 他们最可贵之处不是他的文字 而是他所包含的义理和教会 只有心明经藏以神归依经堡 才能够理解大道 如果经文是一条桥 师就是指路明灯 他能够告诉我们 到底要如何走过这条桥 师是指宣扬和传授大道的人物 并不是单单指某一个人 无论是天上又或是人间 凡传授道教知识都称之为师 道书上提到 若非师堡可以道人 道在经中 而经中的奥秘 要理就要得到师的传授才可以理解 道教注重传授 师之所以是补 在于他是传授的关键 师亦都是圆满弟子修行的学习模范 所以圆满都习惯将中派创始人称作祖师 例如传真派会称呼佑帝君为唇阳女祖师 我们以命 归依女祖师 就是随女祖师学习 以她为模范 学习她的精神 听从她的教导 从而做到不落邪见 不会跌入偏差之中 不少道教徒都会每日做功课 始终圆满一宗早晚功课经 经的末段就有一段三归依 提醒我们信道、敬道的时候 所归依、所归头信赖和依靠的 到底是什么? 有唯一到处、帮佛 旺绿、东、闕、幻、晒、晒、似、晒、子、天、地、下、日 诶啊 转啊 永啊 永啊 脱啊 良啊 慧啊 嘎啊 手啊 鬼啊 耳啊 谋啊 想啊 敬语啊 哟啊 听 仮啊 耳啊 哟哟哼哼哒 jon啊 王智� netsan 新呀 新呀 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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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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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呀 正呀 法呀 ий呀 德呀 功呀 德呀 語呀 德呀 文呀德呀 意思呀 naires呀 德呀 entender呀 世呀 德呀 法呀 德呀 incredibly想老師呀 德呀 德呀 法呀 regardless Emir呀 德呀 德呀 恩 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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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呀 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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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賺呀 德呀 Guerra呀 德呀漫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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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種 啊 山 學啊 嘴啊 上 吃啊啊 哎呀 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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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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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堰 你剛剛那是杜交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會關著時就不會錯過 我們最新發佈的影片 另外大家也可以在 《道通天地》的Facebook專頁中 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資訊 記得要分享和讚好 道祖保佑